不用跟你們報問了 我不要啦 報問我該死的 對啊 你報到這名字 報到這名字 我就跟你報問 報一報 深穿深色尚藝的婦人報案自家出人命 警消立刻派原出動 大陣仗到場才發現原來被騙了 你報到那些人給我什麼名字 本來他要派一架工具車來呢 那一架問要撞下去 婦人搞不清楚事情的嚴重性 女兒一時毒氣鎖門 不讓進屋 就打110報命案 警消緊急趕來 他才驚覺事情大條 開個門 不然小王隊回去要換那個工具車來了 到時候破門 因為你媽媽報的案件很嚴重 員警蹲下身 耐心安撫 女兒過程中完全不發一語 開了門 把媽媽的包包丟出來 又把門關上 這對不成熟的母女害得大批警消白忙一場 事發在上個月底 凌晨12點多 警方獲報 高雄市左營區的文科街有命案 這一次回到事發點 原來這是一家美容院 核心母女都在裡面工作 疑似近期經濟出狀況 客人匯款又有問題 兩人因此而吵架 可能就是會多少都會聽到比較大聲的講話這樣子 常常這樣嗎 是不常啊 是報錯了 報錯 警察還是說我們報太嚴重了 他要給你們開罰什麼的嗎 沒有啊 沒有 沒有 我們沒怎樣啊 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專線 經勸阻不聽 可以處居留 新台幣1萬2以下罰款 這次有跟他 當面警告勸阻 再犯就會有這個發生 對對對 已經觸犯涉違法 再犯就要被拘留 或是開罰 核心婦人還覺得自己沒怎樣 魔女爭吵 說成是命案 鬧得警銷鬥場 浪費社會資源